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1日 沈栋出版这本书《红色赌盘》 这个太有意义了 我就想将来如果是中共能够垮台 到了那时候或许有机会 人们会看到段维虹受沈这四年的卷宗 那里的故事可以这样讲 几天几天讲不完 那很有意思 今天看到《美国之音》详细的报道 沈栋的书中透露一些细节 这里面是仅仅讲了几个故事 其中还讲到段维虹怎么认识张贝丽 你想段维虹根据他这篇文章讲 他家里出身贫寒 以前他是山东省老百姓的家庭出身 草根的他母亲都没有工作 继父是当地水务部门的一个小官员 他没讲他的这个妈妈是谁 这类详细的不知道沈栋这本书里有没有 这里介绍的是很简单 说但是段维虹深深知道什么 他聪明 他知道在中国你要想发家之父必须排上大馆 他说做生意要成功必须要与政治人物挂钩 因为他是一党执政官员说了算 党管司法党管一切 为什么习近平能够忽悠这么多的官员进入体制 就是人的弱点人性的弱点 你来了以后是党的干部还是企业的一把手 或者是官员岗位的一把手都是这样 你看局长往往都是党组书记 对不对 因为权力都到你身上你可能能捞钱 于是人人都屈指诺误 都想去当官 就忘了以后有风险 他就利用人性的特点 所以习近平不变革制度 反倒进一步集权 因为只有集权 他才能有人愿意跟他干 上来都想捞钱 打击政敌 也恰恰因为集权了很容易被抓住巴顶 这是双阵剑 这里展示的非常清晰 他说段维红怎么认识温家宝的老婆 他说2001年初心几率 要劫持重要政治人物的段维红 在一个场合当中 他可能企业经常有一些活动 偶然 现在认识了张贝利了 就排上去了 段维红说 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 他展示能力是什么 他这个古典文学的功力很深 很喜欢读唐诗诵词圆曲 是吧 中国古代典籍吧 也动不动能蹦出一些 这些诗句 美丽的诗句 因为这个 温家宝不经常也用这些诗句 是吧 他这个太太 张培利也是 张培利也是有文化的人 说给这个张培利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呢 段这个段维红啊 使用欲擒故纵的手段 成功的得到了张培利的信任 但他没有讲这个什么意思啊 什么故事 就是欲擒故纵 明明想结交 他假装不在乎他 就这个意思啊 说根据沈栋的描述 结识张培利后 如何为张培利服务 成了段维红的生活重心呢 说他为温家宝架装修房子 为温家宝的女儿找对象 分析利弊等等 这个肯定都是这样的 你看上个世纪 我见过好多 东北三省的啊 这些官员 有的官员也不低了啊 都厅级干嘛呢 就甚至复省级了 我也见了好多啊 有的时候他们和你熟了以后 也给你介绍一下 这企业家 企业老板啊 聊聊天什么的 那么你就可以看着他们关系 非同一般的 那你他们一举一动 就是琐碎的事 都是企业家给办 大老板给办 跑前跑后的 都是这个通病 这是制度造成的 不是说仅仅是个人品啊 那么这篇文章讲 他说 沈栋很形象的描述 他和帮张培莉的关系 说我们就像帮助鳄鱼 清理牙齿的鱼 哈哈 说他也毫不忌讳说呢 与此同时 张培莉 也成为段威虹 职业棋盘中最重要的棋子 因为他主要抓住这个大叔 你想国务院总理的老婆 那你说绝对呼风唤雨 是吧 他说段威虹希望成为京城的象棋大师 这就像下棋一样了 慢慢的走 是吧 别人你是小叔 你过了河了 认识了张培莉了 你就是过河了 对不对 就厉害了 就往前冲了 说因而随之而来的 是丰厚的竞技回报 和特权地位的上升 说平安持股的成功 巩固了段威虹和沈栋 和张培莉的关系 使得他们成为张家的一分子 就是他给他带持嘛 你肯定是 就等于给他挡子弹了 是吧 这是个 其实是一个肮脏的交易 使得他们分成 成了张家的一部分 经常互相往来 你到我家我到你家 是吧 这个互相脆脆拍拍 还吃吃喝喝的 是吧 你忠于我忠于你 只成了利益的共同体 就现在这个习近平身边的圈子 和这一样 一模一样 一个福祉的模子 说平安的成功 让张培莉在自己的家人面前 赚足了面子 张因此获得了数亿美元的收入 也使得张在温家宝的族人面前 更加有影响力 你有了钱 在东南海才能混好吗 那些人都是这样吗 你家穷太悄气的 只不过他那个穷也是比老百姓富得多 是不是 说与此同时 张培莉与段维宏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捆绑到一起了 沈栋说 张培莉甚至让他们帮助温家宝海外购买私人用品 就那衣服了 温家宝穿的衣服了 鞋子了 都是张段维宏给买的 在海外买的 他们也买名牌 你看他表面都讲什么连结奉工啊 什么 这个那个 就其实都是假的 他们所有都是这样啊 只是我认为他们就是仅仅如果说穿点衣服好一点 吃点好的 喝点擦 这也无可厚非 是吧 这个只要不过分 也不是大的问题 你关键是 你给老百姓办点事 温家宝还是不错的啊 我一直在表扬温家宝 他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啊 他尽管家族有腐败 他本人还是了不起 我觉得确实是做的比习近平好多了啊 灵力不拒 危险的是冲在前头啊 比较亲民 还讲一讲 有的时候讲讲言者无罪啊 法治呢 你就是骗 老百姓听得挺舒服 你习近平现在连骗都不想骗 你天津到爆炸 大爆炸 他边都不沾 是不是啊 武汉疫情 他也不沾边 河南水在他也不去 那你说 同样腐败 你是赞成谁 我看同样腐败 温家宝好一点 是不是啊 那个这篇文章也讲 沈栋也承认 他们与张的关系 并不平等 他们总是要想 张贝丽这所想 那肯定了 甚至想到他的面前 为他操心 就是说 肯定特别关心了 是吧 张姐张姐的 你温暖了 放在心头 那是因为利用关系嘛 你因为你有这个靠山以后 你招商引资做生意 那不就是一句话嘛 那整个大麻袋 钱都呼噜呼噜往里冷 是吧 说段维红 后来被称为了这个 温家宝的白手套啊 但是沈栋认为 他们与张贝丽的关系 不仅仅是白手套 被用来帮助温家隐藏商业活动 他们与张家更是伙伴关系 他们为张家提供资金确立 投资方向决策 甚至执行计划 而张培丽给他们政治保护 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 他们是陆军 张培丽是空军的 给他们空中支持 那你现在这个习近平纵用这些官员 你像这个蔡苗 蔡奇 什么栗战书 你说陈敏尔哪个不是这样 都是这样 这是政治体制决定的 随意上去都是这样啊 就是你只要上去了 身边就会来有大批的企业老板奉承你 然后就揣摩你的心思 需要什么 需要装修 马上给你装修 需要这个小孩上学 马上给你安排 需要出国 马上给你出国 给你购买东西 统统都是这样大同小异 那你这个事就不能 仅仅是就是解决个人的问题了 为什么我不主张抓太多的人 他都腐败 你抓他干嘛 关键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习近平走错一步棋啊 他应该上来 第一件事是给江振民抓起来 然后其他的人就算了 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那他就厉害了 可惜习近平他自己家族也是腐败分子 是吧 他没有这个精神品质 他红着老江头 抓下边 越抓越多 抓完抓最后 和这个老江头也闹饭了 是吧 和温家宝什么 胡锦涛都闹饭了 他这是体制问题啊 只有胡锦涛好像啊 还现在目前看 没有腐败的问题 他也不敢腐败 你像他的儿子胡海峰 我估计应该是比较感情的 否则早就 纽约时报也报道了 是吧 那过去来更恨他了 也可以提供猛料啊 你通过这个事你可以看出就是这些商人啊 和这当官走着去是好事也是坏事 好事就是赚钱容易 你看现在为什么很多的包括华尔街大老板 包括黑市集团都愿意到中国去做生意 那就是机会多 只要你敢冒风险脑袋刮了 不怕掉了 反正就是肯定能享受一段时间 但是风险也很大 这是一个这个 这个 送人见了啊 也是坏事也是好事 等到你政敌一旦发生变化了啊 就是靠山发生变化了 政敌来了 倒下了 那么你就第一个抓就是他了 所以把他抓四年不判呢 没什么奇怪的 我在大连开发局 我在大连看守所啊 就是这个腰下看守所 曾经见到一个就是压了八年没判的 呃 他是一个会计 就揭露了波起来家族的下边的腐败 叫波起来治的 就压在腰架看守所的 在走廊里啊 一条腿都坏了 一条腿直蹦 猪鬼啊 也不判 中共他各级官员都做 抓完人以后啊 往监狱一放 看守所一放 不大回事 因为你想他党管一切 他在地方就是一个土皇上 管这个公安局 公安局管监管支队 支队管看守所 那看守所 门一开 高级警察 压一个人 那当 根本不大回事啊 所以这个段维虹 压了四年不判 一点不奇怪 呃 这时候段维虹就四年 可能就开始反思了 天天响和这个 张培莉的交往啊 和文家宝的交往 这么大的官都不能保证 他的安全啊 说抓就抓 这说明什么 说明有更大的官 更他的官 来整他了 对不对啊 这都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再过几年 如果共产党不倒的话 我相信习近平不可能永恒啊 肯定也在垮台 垮台以后新的官员上了 再整他 他家族都是一个轮回 说为什么现在习近平 激演了 狠干的 过去不管你都对我多么支持 现在只要你不让我当 继续当皇帝 当一把手 我就肯定整你 他也是必须走这条路 因为他没有一个 权力和平交接的机制啊 你他爸为什么被毛泽东抗生整 那就是也是一样 所以到了他这一代 他没出息吧 他不想改革啊 要我要是他的位置 我直接就政治体制改革 直接给公安党彻底就干怕些了 然后民主法治多党治 绝对不会走这条路啊 这个是傻瓜 傻瓜的路 是不是啊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像段维宏和这个张培立的关系 是个典型的政商的 肮脏的教育的关系啊 只是他做的这个比较的隐秘啊 没有审动披露 虽能披露 但是我相信就是他审讯这个段维宏 一共压了四年 这个卷宗可能是大卡车拉不完 这个卷宗肯定 呃 共产党在灭亡前 会销毁啊 要不销毁 你想这个流出出来 得写多少本书啊 那才丑恶的 这事多着呢 这里是简单的讲啊 是购置商品 给这个高官呃 输送利益 这里面故事 还有很多很多故事 是不是啊 这里都是非常有意思 你想他们两个是闺蜜 这个是吧 还有是不是有些场合啊 都是这个还很狗血 都很难讲了 是吧 所以神动这本书啊 为什么打开了一个窗口 让我看到什么 中国上层的腐败啊 是烂透了 伸手不见五指啊 反倒他们去还要整别人 哈啥 而且现在这伙人 比他我这个还黑啊 都是一样的 呃 所以今天呢 还在期待节目 这个小答案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现在见